翻地纲电台训 教宗房几个10月14日 在圣伯多路广场主持公开接见时 引用耶稣在马斗福音中抢应的话说 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 但立恶表的人是有祸的 教宗然后以教会的名义 为最近在罗马和翻地纲发生的丑闻请求宽恕 在《药理讲授》中 教宗谈到家庭生活的一个特殊层面 对子女的许诺 并以敏锐和谨慎的态度 把恶表与宽恕联系起来 这许诺不是为了让孩子停止任性 而给他们的糖果 也不是父母为使他们不哭闹 而想出的小把戏 教宗所谓的许诺是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 在打算把他们的子女带到世界时 对他们的子女做出的许诺 这样的许诺容不得轻率 教宗说 我们都说孩子是生活的指望 我们也很容易感动的对青年人说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真的 但我有时候问自己 我们是否以同样的严肃态度 对待他们的未来 对待孩子们和青年人的未来 我们应该常常省思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在生育子女时 对他们做出的许诺 我们保持着多大的忠诚度 如果对待他们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